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在维多利亚港的最后一天 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都到场为她送别 尽管再怎么不舍还是要说再见 来香港一个多月 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许多欢乐和正能量的大黄鸭 终于要跟大家分开了 昨天是大黄鸭在香港停留的最后一天 主办单位举办仪式欢送她 大家也抓紧最后一刻来跟鸭子合影留念 一种容易令人明白的艺术 可以容易感染到很开心的气氛 那当然不舍得的了 全香港人都不舍得 香港一定可以的嘛 超可爱的 下一站去台湾啊 被称为鸭爸爸的荷兰设计师霍夫曼 感谢香港民众对鸭子的支持 为了尽量延长大家与大黄鸭最后相处的时间 主办单位特地押后到晚上12点后再把鸭子放弃回收 而大黄鸭在香港的这段时间不但为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也制造了很大的商机 平日那方面升了差不多20%左右 在周末那些期间升了差不多40%至45%左右 饮食的一些我们那些租户他们生意都是非常非常好 其实都很棒 其他的那些市装和其他租户他们本身都会反映说 因为人流多了关系 其实他们生意都是忘了的 大黄鸭在维港漂浮的这一个多月吸引了超过800万的人流 离开香港之后大黄鸭的下一站将前往美国 亚太第一卫视杨昌 郑景焕 香港报道